救援人員在土耳其東南部地震 發生超過72小時後 從廢墟中救出兩名生還者 救援隊星期四在迪亞巴克爾地區的廢墟中 救出一名受傷的女性 將她送上在附近的救護車 報道說埋在這個受傷婦女附近的三人已經死亡 救援人員將屍體滑出 另外在安塔基亞地區一名女童被救出 報道說救援人員正試圖救出同樣生還的女童的父親 救援人員正爭取時間拯救生還者 在星期四 地震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5,000人 星期一在土耳其和敘利亞發生的地震是7.8級 其後並且發生多次的余震 土耳其緊急管理部門14日說 約有11萬人投入救援工作